朋友們大家好 這裡是方方 今天給大家講一個故事 叫做賣火柴的小女孩 這個有一個小女孩 咱們先來畫一個小女孩 這個是一個小女孩 她呢手裡有非常多的火柴 她提著一個小籃子 提著一個木頭籃子 這個裡面呢 全部裝的都是火柴 為什麼她要裝火柴呢 因為她是以這個來謀生的 她沒有外婆 沒有親人 為什麼因為他們 都被凍死了 天太冷了 他們受不住了就凍死了 只留著小女孩一個人 孤苦伶仃的在這個世界上 那她 該怎麼樣謀生 她就只能以賣火柴的方式 可是這個時候啊 天氣非常的冷 這個時候 天上都是下著大雨 然後呢 天上全是烏雲 全是烏雲 烏雲是什麼 烏雲是灰色對不對 都是烏雲 天上下了大雨 然後還下了小雪 小雪花 怎麼辦 小姑娘她沒有地方可去 她能去哪裡呢 她沒辦法 她就到了一家麵包店門口 她到了一家麵包店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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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家麵包店 她就走到了這個麵包店去 這是小女孩 這是小女孩 她沒地方可去 她就只能來這兒了 她蹲在麵包店門口 為什麼她不進去呀 因為只有你買 要買東西的時候 才能進去麵包店 對不對 如果你不買東西的話 別人店家 老闆肯定會嫌棄你 覺得你要不買東西 進來幹嘛呀 對不對 所以呢 她就蹲在這個門口 帶著她的小木頭籃子 帶著她的小木籃子 蹲在這個門口 於是呢 雖然店家看著她很可憐 但是呢 還是沒有讓她進去 路過的行人有非常非常多 他們都是趕著暴雨 暴雪之前回家的人 他們都是趕著回家的人 沒有一個人願意 救助一下這個小女孩 問問她 你為什麼在這裡帶著不回家呀 沒有一個人願意問她 而且呢 這個時候 又下大雨 又下暴雪 小孩 小姑娘還是穿得非常的單薄 因為她沒有衣服可穿呀 她沒有家人 她沒有錢 一籃子的小火柴也沒有賣出去 可是呢 天這麼冷 為什麼她不點燃自己的小火柴來取暖呢 因為她捨不得呀 這些是她 這些是她用來吃飯的東西 她只有把這個 籃子裡的小火柴 小火柴 她只有把這個籃子裡的小火柴賣出去了 她只有把小火柴賣出去了 才可以有錢來買東西吃 這樣她才不會像其他的家人一樣 餓死了對不對 肚子餓死了 可是呢 到後來天實在是太冷了 下起了大片大片的雪花 大片大片的雪花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 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就不一一畫出來了 於是呢 小女孩沒辦法了 她就在這家店門口呢 擦亮了火柴 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不是說到她要 她要留著火柴來賣錢 這樣才可以有錢吃東西嗎 現在如果不點燃火柴 不花燃火柴的話 可能你都沒了 就不要說什麼 有錢吃飯沒有了 這是那根火柴 於是啊 小女孩擦亮了第一根火柴 擦亮了第一根火柴 她看見了什麼 因為她當時很餓對不對 她沒有東西吃 於是她擦亮第一根火柴 第一次看到的就是燒鵝 一個香噴噴的燒鵝 就像我們 外國人感恩節的時候吃的火雞一樣 很美味 可是啊 這個火柴那麼短 那麼短短一節的火柴馬上就燒完了 對不對 她還想繼續看到這些東西 那有人就問了 明明你也吃不到呀 她只是一個幻想而已 你為什麼還要 還想要看到她呢 你看到她了你並不會 吃到你的肚子裡呀 為什麼小姑娘還是 還是渴望見到她 有一個成語叫做 忘眉止渴 就是雖然你吃不到那個梅子 但是你看著她也覺得不口渴了 就是這個意思 小姑娘雖然吃不到她 但是看到她也覺得是非常美味的 好 那麼她緊接著 擦亮了第二根火柴 第二根火柴擦亮了 她看到了什麼呀 她看到了 她看到了 美麗的聖誕樹對不對 來我們畫一個聖誕樹 聖誕樹是綠色的對不對 我們就來畫一個綠色的小聖誕樹 一個綠色的小聖誕樹 小聖誕樹 聖誕樹是綠色的嗎 我們就來給她畫一下 大概填重一下顏色 隨便畫一下顏色就可以了 然後呢聖誕樹上還有其他的東西對不對 還有什麼銀絲帶呀 我們給她發蓋的長一下吧 還有一些小小的 小小的裝飾品 一些小禮盒啊在這個上面 一些小花呀小球啊都在這個上面 好了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小聖誕樹 第二次夢到的是小聖誕樹 大家想想小女孩為什麼會夢到的是聖誕樹 而不是其他的東西呢 這其實啊是作者的一個暗示 作者是安徒生嘛 賣火柴的小姑娘這個故事 是源於安徒生童話的 為什麼小姑娘夢到的是聖誕樹 而不是其他東西 因為呀這象徵著 暗示著她對家庭 對親人的渴望 前面說到 小姑娘的家人很早之前就去世了對不對 所以沒辦法 這個聖誕樹其實象徵著就是家庭的團圓 所以說呢 她第二次夢到的是這個聖誕樹 那我們看看她第三次夢到的是什麼呀 小姑娘賣火柴的小姑娘 第三次遇到的夢到的是她的外婆 她點燃了第三根蠟燭 她點燃了第三根蠟燭 印在她眼前的是誰 在火光中竟然出現了她的外婆 然後我們畫一個簡單的外婆的樣子 這個是她的外婆 外婆的頭髮不應該是黑色的對不對 因為外婆年紀也已經很大了 所以我們把它畫成灰色的 所以我們把它畫成灰色的 這是她的外婆 外婆很慈祥的看著 看著小姑娘 畫的不太好看 外婆很慈祥的看著小姑娘 小姑娘非常的想外婆 她對著外婆說 外婆你在哪兒呀 可是外婆沒有回應她 只是笑著很和蔼的慈祥的看著小姑娘 在蠟燭燃燒完了之後呢 火光沒有了 外婆也就消失了 這反應的其實是什麼呢 一些富人呀 在家裡吃著火雞 享受著空調 玩著手機 和家人一起開心的在玩娛樂活動 可是呢 一些像賣火柴的小姑娘這樣的窮人 她們沒地方可去 甚至連吃的沒有 不說吃的沒有 甚至連基本的保暖都做不到 所以說這反映了社會的一個現象 貧富差距過大 以及貧窮人民的苦難生活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 大家下次再見